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看到她是在凌晨的时候 当时她老婆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但是到了凌晨人就消失了 就问是到哪去了呢 整栋大楼只有两个梳孔 而且都有监视器 也完全都没有拍到她离开的影像 公安在家里头的附近 展开地毯式的搜查 甚至把社区内造景用的人工河水 都给抽干了 人都还是没有找到 她究竟是消失了 还是被消失了呢 一块来 2008年一名刘姓妇人 来到园林某大楼 进到电梯里 她做了这个奇怪举动 刘姓妇人带着四岁女儿 只从大楼电梯一路搭到十一楼 电梯门打开之后 她诡异地脱下身上的红色外套 同时连女儿的粉红色外套 也脱掉丢在地上 甚至连鞋子都脱了往外冲 监视区的镜头只看到 母女两人的影像从楼梯间走去 从此消失 母女两下落不明 至今选而未减 而中国也有一起 电梯失踪一样悬之又悬 我们也感到奇怪了 你没想到啊 想不到的 但是我一撞楼的时候 我又不知道 他们失踪了几天 他们跟我说 不是 你们那撞楼有个人失踪了 我女儿怎么办 我的生母怎么办 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到底 事事事我都不知道 失踪女子的丈夫 焦急地在新闻里找太太 社区里到处贴着 寻人启示 住户们更是议论纷纷 这是失踪女子最后画面 在2020年7月4号这一天 返家之后莫名失踪 好端端的怎么会在大楼里 日人间蒸发呢 它是个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很普通的一个人 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 到什么样的地方 时间一点点流逝 家属心情更是煎熬 于是他们祭出 十万元的悬赏奖金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线索 楼顶上面你也知道 门是索要的 所以只有走楼梯下来 走楼梯下来 这里的监控你们是 肯定是已经查过了 我们不用怀疑 所有的安装不同的监视器 大楼的门口或小区的各个要道 都安装了监视器 但是每个监视器在杭州的警方 或者说杭州的公安 他们巡查了大半圈 还是没有出现莱女士的声音 所以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 最后来女士在大楼的电梯出现 之后就从地球上凭空消失 第一时间家属警方 查阅了所有的监视器画面 但完全没有失踪女子的身影 难道是大楼的监视系统 有拍不到的死角 还是她闯入了另一个 我们看不见的空间 先电梯上去楼道 楼道开了之后 再到地下车库 然后我找监控的死角 你整体看下来 有没有死角 死角有 我看了 因为她走出来的时候 就从这里走 她可以拍得到 这里有一间空 但是从这里走她就拍不到 走廊旁边的储物间 连通到隔壁大楼的停车场 搭上车子后就可以离开社区 可能是这种情况 才导致监视器 看不到失踪女子的影像吗 不按照她这样走的话 她就有刻意躲避监控 要是这样走的话 就是很专业的 不过问题来了 失踪女子为什么要大费周章 不辞而别 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丈夫话中有话 谁会在半夜接应自己的妻子 离家出走 莫非是计划性私本 不会是半夜 趁我在睡眠的时候 脱逃 跟她的另外一半逃走 为什么 她说 因为我的老婆 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不太可能 可以让所有的监视器 都照射不到 一定是有人帮她 唯一不见的 只有莱女士 当天晚上穿着的睡衣 其他东西 像是证件 手机 钱包 通通都在 如果真要私奔 这何逻辑吗 如果今天莱女士 她是有意要私奔 就离开她的先生 她一定会把她要的东西 比如说至少手机 或者是你随身的财物 或至少带个几件衣服吧 你总不能穿着睡衣到处跑吧 莱女士失踪当晚 丈夫就睡在旁边 难道她都没有听见什么 看见什么吗 五点半我醒来 上厕所 人在 就是睡在你旁边是吧 对 人在 到早晨 五点半我醒来 人就不见了 人不在 那么当时我没睡 没在意就说 莱女士 她本身是做清洁工作的人员 那我们知道清销工作的人员 你要在人家这个员工 开始上班前 你就开始打扫 所以她每天都四五点就起床 早上就发现老婆不见了 不过许国立她不是太在意 老婆手机放在家里 她也以为老婆出门工作 忘记带手机而已 但是到了晚上 妻子也没有回家 做老公的 难道都不会担心吗 你的枕边人 许先生应该立刻报案 你失踪了半天 你怎么会不报案 反而是老婆她工作的地方 打来询问先生 说怎么这个莱女士 今天没有来上班 许国立的种种说法 让人不得不怀疑 她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那这个许先生她讲了什么话 她说 我其实跟我老婆感情不错 邻里街坊都可以作证 我感觉她们夫妻也蛮好的 娘夫妻每次坐出去的 她失踪的前面几天 失踪的前面几天 我到公园去 但我甚至她们到公园去 她还跟她老公一起出去 跟着莱女士一起工作的同事也说 莱女士失踪前没有任何异样 我们了解到 莱女士是在一家金融中心做保洁员 她的月薪大概有五六千 再加上有三四千的这个退休工资 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至少来说有八九千 经济方面过得去 而且莱女士 宁夏还有一间房产 跟丈夫相处也很融洽 平时生活单纯 几乎是工作家里两点一线 警方查到这里排除了 莱女士离家出走的可能性 所以接着警方就开始去搜查 整个这栋大楼 所以警方基本上预估 莱女士应该 如果她是生就是人 那这个人还在这栋大楼 如果她是死至少有尸体吧 也是在这栋大楼 警方不放过任何角落 整个社区能找的都找遍了 就连住户们的冰箱保险柜 也都没有漏掉 为此 专案组对小区内全部 一千零七十五户人家 开转询问走访 我一间一间给你找 完全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之下 那警方还有第二个可能性 他觉得会不会是 他被杀人之后被肢解 然后把尸体丢到马桶 专案组在对划风池 多次检查的基础上 判断 事发楼道划风池雷 可能存在射击案件 和被害人下落的相关证据 一车一车这样抽 抽了不知道多久 竟然最后在这一栋大楼里面 抽到的人类的残害 其间发现有尼氏人体组织 现场提取检测后 经DMI比对 吸蓝某某人体组织 真相大白嘛 人不会从地表上消失 这个凶手就是他的先生 原来大家片寻不着的蓝女士 早就遭遇不测 更难以想象的是 在媒体上焦急寻人的丈夫 就是杀害太太的真凶 到底什么原因 要对自己的枕边人痛下杀手 那她是一个再婚 并且带来一个小孩 所以她们两个人 分别都有一个小孩 再共组另外一个家庭 第一位有三个小孩 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现在又生了一个十一岁的女儿 小女儿 还有个儿子 蓝女士跟举国力相识结婚 以为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两人又一起生了女儿延续幸福 蓝女士失踪前不久 才一起过了小女儿的十一岁生日 当时候这个在杭州 她们住的这栋楼房是新盖的 是督根垢 那老房子因为一屋换一屋 所以给了她两套房子 那不如给我前妻的小孩 那因为蓝女士当然不愿意 所以蓝女士坚决否定 徐国力因为自己炒股失利 赔了不少钱 生活上就常常跟妻子有过矛盾 更因为这套房子的分配问题 让她们生殖不朽 她先把安眠药放在牛奶里面 然后让蓝女士喝下 她的先生在拿枕头 强压她的老婆 直到她窒息断气死亡为止 最后老婆的生命 竟然命丧黄雪 是从先生的手上所造成的 你看这是多大的悲剧 为了钱财 她们的感情是不要 所有的失手丢到马桶 直接冲掉 那最后也是因为警方基金 她们去开外的划分是 还好留得了这个蓝女士的DNA 才让本案可以水落石出 杀其凶手徐国力最后被判处死刑 为她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一个家庭从此破碎 最可怜的还是您有无辜的孩子 台湾大事不当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忍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长期 您的家庭属 有我们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鸡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 不知道您在学生时期 是不是都会听见一些校园传说呢 在中部某一所大学 有一个禁定叫做女鬼桥 在2008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男学生 他蛮铁齿的 而且天不怕地不怕 就跑到这个女鬼桥去做了直播 不过呢直播到一半 但网友就开始一直留言了 请他赶紧离开 网友看到了些什么呢 只有剧组大胆挑战了这个题材 而且还选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进行拍摄 不过鬼的事情还真的接连发生 现场也请到法师作证 当时法师突然间阻止这个工作人员 叫他不要再往湖边走过去了 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人员 一回头的时候 把整张脸都给枯花了 赶紧要法师帮帮忙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我要开始出了 1 2 3 她在干嘛 干嘛数我自己 不是说 你不要数 你不要走 我不见了 你是不是在楼梯上回头了 在午夜12点的时候 如果走那个阶梯 原本12阶 如果多了一阶 那就千万不要回头 那个时候学姐就会出现 然后说是要找那个 化工系的复兴翰 我现在毕业了 我不会忘记我们学校有一个桥 然后有一个学姐在那边等你 一去之后我才发现到 不得了 那是属于四阴之地 以前比较特殊的一些 道家的法术 就是 寻四阴之地 练尸养鬼 日泉上映的惊悚电影女鬼桥 号称改编台湾中部某大学的经济传说 或许你会认为传说只是传说 那么2018年轰动一时的直播事件 你又是怎么看呢 当时有个铁齿男学生 半夜来到禁地冒险还开直播 没想到直播到一半 网友纷纷留言叫他赶快离开现场 究竟怎么一回事 虽然这段直播影片已经遭到删除 但根据网友当时的截图 你是否也发现哪里怪怪的 就是在直播的过程 他没办法造假 重点是大家看到 而他自己没看到 这是最可怕的 正在专业媒体人的角度 认为直播影片不可能造假 那么民俗专家又是怎么看 如果是说刻意放上去的 你注意看他的边边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切线 民界的朋友的话 你注意看他的边边 因为他们的磁场 其实跟大自然磁场是融合 是相连在一起的 所以那一段 其实我个人看法 有80%至90%是真的 据说东湖大学的女鬼桥 在午夜十二点 原本十三层的阶梯 会多出一间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回头 我们现在检验楼梯 有几间 一 二 三 引发外界热议的直播校园 在电影中有媒体展开追踪报道 竟然发现一连串的不可思议 那里好像有人 没有 有啊 就在 奇怪 所谓人生如戏 戏如延生 在2018年引起热烈讨论的直播校园 难道也隐藏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实际走的趟 采访当天阳光普照 放眼望去传说中的禁地 是一座隐身在树林里的石桥 我们置身其中感觉不出有什么异状 顶多就是觉得桥的造型挺特别的 一般我们听到桥 可能是一个往上走的桥 可能是一个平的连接两地的桥 可是不是 它的桥是往下走的桥 然后因为它是往下走的 所以你就觉得 特别的音声 特别诡异 好像是往地狱走一样的感觉 各位没有想到 在民俗专家眼中 这一座桥居然就是禁忌的关键 桥蹲的底下 刚好就是一个遮 遮蔽嘛 所以很多的这种怨气就會 好兄弟就會聚集在那边 而且旁边都是种树 而且很高大的树 所以变成那个女鬼桥 那个阴气 那个怨念特别的重 然后你注意看它下游的方向 你会觉得头皮发麻 为什么 因为我们道家所说的 它那个地方就是四银之地 所谓四银之地 就是长时间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以前比较特殊的一些道家的法术 就是寻四银之地 练尸扬鬼 以前会形成有僵尸那种的状况出现 就是阴尸那种 也大多是四银之地 秀友还私下透露 午夜十二点 你到这里可别乱闯 你在那边走过的时候 会有人拍你的肩膀 问你几点 今天你不可以回头 这个人究竟是谁 有一对情侣 他们在那边本来是要 后来因为男的 男生没出现 女孩子一气之下 就在那一座桥 往那个大波里面跳下去 就这样走 到十二点 走到那个桥 你如果算楼梯会多一阶 那那个时候学姐就会出现 然后说是要找那个化工系的复兴漢 到底是行李作用 还是超自然现象 引起了校友 同样也是电影人张耿铭的好奇 因此剧组决定挑战竞技 为了配合上映档期 拍摄期间 还不小心撞到农伊西月 剧组为求慎重 特别请来宗教顾问到场作证 没料到还是发生难以解释的现象 因为我们拍一拍 突然灯就烧掉 但是通常那个灯 不太可能会烧掉 然后突然现场全部黑掉 因为它是我们拍片用的灯 所以它稳定度很高 但它如果坏 它是慢慢的变色 再慢慢的按 但是这个时间要很长 很少是那种就按掉 然后我就跑去跟制片说 你请龙哥来一下现象 然后过美多久 宗教顾问就拿着一些香啊 什么就来了 然后他就说没事… 我处理… 我说龙哥怎么了 刚刚有什么 刚有人一直在外面叫 他说我现在在抓鬼 我想 电影中担任宗教顾问的 许白龙沃云 在现实生活是一名资深法师 他私下透露 剧主选在农历七月拍惊悚电影 真的很需要勇气 因为几乎每个演员都发生怪事 就开始想吐 然后开始想吐之外呢 眼睛开始… 血丝开始出来 整个一直发抖很不舒服 龙哥就走过来了 然后就… 都聚过来了 我说什么东西都聚过来了 就连法师自己在拍摄现场 也有特殊感应 我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是要去看另外一个状况 处理另外一件事的 但是突然间有一个感应 然后我就说 美术组 随便那个女孩子 被法师点名的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停下往湖边走的脚步 然后慢慢的回头 却把大家吓了一大跳 然后她一直走…一直走过来 越靠近我的时候 她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大家的直觉 应该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忍不住暴哭吧 没想到法师立刻开始做法 通常会有这种状况 临界的朋友接近老师的时候 会掉眼泪 会哭 是因为她需要老师帮忙 第一 我就是先把 她渠道的灵体先请离 先请来旁边 不然你忍受不了 从请开之后 我才问这个小姐说 你不舒服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讲 不回答还好 一回答的内容 只叫人捏把冷汗 她说她不知道 她说她很久没有这样子 因为她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去河边玩 往往回来之后 常常就会发现 接近水就会哭 所以从她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 就已经有那个磁场在了 叫人疑惑的是 这一名工作人员 竟然很久不曾有感应 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 就那个桥旁边就是水 就是一片湖 又刚好站在水边那边 要准备那个美术的那些东西 对啊 然后又刚好又遇到缘分 然后有老师可以帮到她 或许她就这样子出现 来寻求帮忙 究竟亡灵的要求是什么 发誓碍于修行不方便公开 但套一句俗话 人鬼殊途 最好井水不犯河水 这一次剧主将校园禁忌 搬上大一幕 拍摄过程所发生的一切 不可思议 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吗 悬念成了惊悚电影 最吸引人的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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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本就不开玩这个游戏的 不会一定做不了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 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 在台北市的中山区 人口密集的出租套房大楼 那天凌晨一点 突然间冒出了浓烟 一旁的住户 下得干的 赶紧打电话求救 消防人员破门进去摸黑救火 而根据SOP 他们必须要进行火场搜索 警察还有没有人受困在里头 而就在这个伸手不见无耻的套房里 一摸竟然摸到了东西 而且软软的 但仔细一摸竟然是个人 赶紧扛上担架 不过怎么怪怪的 仔细一看呢 这个人的双手竟然被人反倒 而且脖子也被勒住了 这难道不是一场火警意外吗 我们带您回到这栋 案发的出租套房里 一探这些 住户密集的出租套房 清晨四点冒出一团烟 起火点是十楼的这一户 下方设计打我说 那个都无鸡吗 黑的吗 因为火柴其实都黑的 第一个没电 那再有烟的黑的 现场去射水之后 也有家宝人在现场搜寻 黑暗中摸索 摸到软软的那是什么 搜索的过程 发现好像一个人 他们用触摸方式 发现一个整体 染还是尸体 是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火场有人受困 他还有气吗 就把他抬走之后 发现好像手 好像并不是那么自然 好像有被东西限制住的感觉 怎么他的手拉不太起来 情急在一摸 发现一次有招翻绑 颈部是用电胆线板 手部是用铜圈绳 他们情急在就把 用剪刀把它剪断 就把这个人给送走 以为是一场火警意外 消防人员摸黑搜索 居然摸出了一名 手脚被捆绑的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火灾 好像不至于说 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一般你说是火灾的话 最多是烧到焦黑 对不对 身上不会流 有时候被绑或绳子 留在这些 就是这个现场 好像不应该有这个状况 那也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也去讨论 几庭大的小套房 历经过什么 那这是当时消防队 有提出说有点怪 火并不是很大 烟熏的痕迹没有很明显 这些的氧化太浓度 以及烟灰 并不足以让它致死 那我们就觉得说 有点异常 真相锁在农烟里 火灭了才是调查的开始 台北市中山区的 这栋出租套房大楼 一层有好几十户鸡犬相闻 三更半夜套房出命案 邻居有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吗 当时晚间是有听到争吵声音 有人吵到隔壁的 怎么那么大声 好像听到十戎二十 有人在吵架什么 而且争吵非常激烈 你的在叫 打架 还什么声音 他报管理员 屋内到底在干什么 声音吵到邻居受不了 通报管理员 管理员第一次上去 这个声音一开始很大 声音慢慢的渐小 奇怪 怎么会没有声音的人在吵架 这一间在吵架 怎么会没有声音 管理员都说 当作没事啊 就下轮去 没事就好 但是安静没有多久又来了 后来我跟管理员上去 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 上去 又把他敲门 有听到 男生和一名女性的声音 管理员一敲了两次 他也都没有给他回复声音 也不回应也不理我 那之后好像就归于平静 里面都是静静的 很奇怪 都你说打架或做什么 这一间明明发生事情 为什么都是没有人反应 没想到 两个小时之后 这间套房又有状况了 那是什么 大线上面有烟雾出来了 就是他去过的那一间 有火酒 奇怪 敲门又没有人 消防车就来救火 邻居刚刚不是还听到 屋内有女人在叫骂 怎么搜骗的火场只有一个人 那人是在床上 奇怪 这人就是上身 没有穿衣服 只穿一件短裤 更离奇的在后面 手脚都被绑住 手有繁忙 而且颈部又被缠住 他为什么会绑成这样 颈部是用电缆线绑着 然后手部是用铜圈绑绑着 脚是用皮带绑着 这名男子是一名科技公司老板 到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他也检视他的遗体伤痕累累 调验的时候发现他身上蛮多殴打的痕迹 那我们认为说 这边应该是发生 有一个暴力事件的 在这边这现场 应该是有一场暴力事件的发生 火灾变命案 凶手 到底是谁 有听到女孩子的声音 第一我们就会防她 是女友的方向和查 通年我们调出来 也对 是跟她女友 最后一通电话 之后就没有其他通年跟她联络 她是最后一个跟死者通话的人 男朋友遇害了的人呢 结果我们找了她女友 几天也没找不到了 女友也不见了 奇怪了 男朋友遇害了 她却失联 我们也是当时怀疑她可能涉案 凶手 或是死者失联多日的女友吗 不到她的时候 她也是很错愕啊 她说她电话坏得不通 电话不通 这也算理由 她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因为她最后一通电话跟她联络 其他人没有再来 我们还是要对她 存着存疑的地方去查证 她的交代 从案发到现在 她去了哪里 她当日跟这个死者吃饭后 她有跟她联络过 她要回去淡水 到了家她给讲说她回到家了 而且她通年都在淡水那一边 是这样吗 警方继续压着滑水查个清楚 查访住处管理员这些去给她 拿女友的指证相片给她指证 确定不是她 她确实又不在场证明 她女朋友说她有三支电话 现场我们又回去仔细搜索 结果找不到她的行动电话 一查下去才发现 死者的电话居然还有讯号 怎么能死的 还会有电话被使用呢 这三支电话跑去哪里 这是一个机会 找到手机 我们就这个案子 我们就很容易就破案了 警方巡献找到了手机位置 居然是在一家通讯行 就问那个通讯人老板 老板你这手机 怎么会在你这边使用 什么人使用 老板说 早上那个 九点多还八点多 有一男一女 拿手机来卖我 一男一女 记得吗 命案现场监视器 不正眼拍到一对男女 然后我们就问他 什么人卖你 他说那个人我看起来 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也没有证件 老板就很聪明了 那你把你资料写一写 盖个章 有了资料 那就好办了 我们当时 这个名字去查 没有这个人 居然耍音的 这对男女果然有鬼 就开始从死者的交往 平常的交往 公司的同事去查 结果发现 公司的这女同事 突然失踪了 不在了 老板遇难 怎么他也没来上班 查绑他们同事 他们跟他很好 为什么他死者死了 他没有来上班 奇怪 这不合理 就把他调一些资料出来 给管理员认 管理确定说 这个女孩子 当时就有 晚上就有去她 死者的住处 然后我们又再拿给 通讯长老板认 同一个人拿 这个女孩子 也有到现场 拿了个手机给她 卖给她 监视器拍到的是她 拿着死者手机 去卖的也是她 电话最终 发现她 这个女孩子 有讲到 要到中和南山 放生事去 祭拜她 父亲 我们那时候 真好有这个线索 距离破案 只差一步了 所以我们是前往那边 埋伏守候 警方能在佛菩萨的保留之下 侦破这起命案吗 他真的出现了 旁边还跟了个男的 看到我们说警察 他就开始跑 中了 警察去你要没事 你就对待 出自证件就好了嘛 但是他去就跑 更加我们 确定是说 这个男的一定有问题啊 追了20公尺后 才被我们抓到 监视器拍到的这对男女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他们两个人 警方查出这个被欠钱的女子 没有前科 干干净净白指一张 这个女孩子生活是很单纯的 验证一个正常的工作 能缴得出房租 这些生活费就好了 哪知这个老板 可能是看到她很单纯 就每次想办法说给她借钱 因为老板最近没什么收入 就给她借钱 说你用信用卡借些钱给我 我们来投资做什么 为了追逃100万 他居然沦为杀人凶手 我们都想要别人的利息 但是别人通常都是想要我们的本金 薪水也没有链 这期她叫她借钱给她 陆陆续续借到100多万 有借有还天经地义 怎么会出人命呢 她欠了100多万 可能她连吃饭都没有 跟她男朋友也是一样 都没有钱的时候 她会想这个去找她要钱 看你还不还钱 要去吃饭 我就送一份给你吃 然后就点一个香烟给她 他们还有看到 这个烟在死者的鼻孔里面 晶晶楚楚 这还没完 他们放了火才离开 起火点是在一个柜子的上层 这把火反而是 比较没有道理的 一般这种都会认为说 你死掉了我钱就要不到 我要跟谁要 她用这个烟晶晶楚楚来 来作为说 他们在当时离开的时候 这个死者 他还没有死 等发现浓烟爆了紧 抢救 还是晚了一步 起初不是要 治愈她死 第一次她是死的 动机目的 是并不是那么明显 也像是要一个 去做一个虐待 是在教训她的意味是很重 但是她不晓得 她已经把她热闭了 可是她的手段可能过度了 造成她的死亡 火警练命案 对双方来讲 都是意料之外 像这个案子一样 要把命给交出去的 她才会得到一个结束 在台湾很多人信奉妈祖 如果想要求个平安 或者是碰到一些难关的时候 都会很习惯的 就到妈祖庙去一趟 我们这回就带您到屏东去 看看这个在竹田乡的慈后宫 她跟其他的妈祖庙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新建的背后 藏了一段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让虔诚的基督徒 刘凤娇万面俱灰 她扯断了戴在脖子上 长达十年的十字架 她更说这场劫难 是妈祖显明才救了她一命 所以在这场劫难之后 她不只是出钱 来盖这座慈后宫 更是无怨无悔的其他代理 你现在看过 当枪浮路的吗 真的熟 你现在看过不怕火 你还看过不怕的 你连类的 亞洋人的舞蹈是用在 我们的六样之手 就是陶 繁建地址的时候的错 娘娘一个人扛 流下了血 把她们杜化 我再看看 你看 我沒看過的人就比比較熟 台灣第一條牌的冬季 誰穿的冬季 誰以前的冬季 既得到冬季都是我講的 我沒看過的人就比比較熟 坐一天和尚 就敲一天鐘 就這樣與此類對 可能三十幾年了吧 而骨部門耳環 身體各部位都有刺青 眼前這一位中性打扮 非常具有個人風格的女子 誰能想像 她竟然是媽祖代言人 是你要拔還是要拔 他叫你拔就拔 問你 後面是 看別人回來了 他拔頭你沒有拔頭 我剛才把你拔頭 訓斥信徒不留其滅 這位看似很有威嚴的媽祖娘娘 據說內心非常溫柔 經常出手拯救蒼生 那醫生說他有訴訟 你去做生意 去做生意 躺著吃飯吃飯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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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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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就是父親的養獸已盡 媽祖不肯救人嗎 一陣淒厲哭吼 驚動了住在廟旁的機身 劉鳳嬌 他連忙到大殿查看 來的時候 娘娘說他來處理 他就試了快一個禮拜的福令 所謂的福令得來不易 一位機身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得到的 草薄 然後流血 然後再用我們的金子下去 擦拭那一些血 然後那一些就是變成繪糊 我只知道所有的血是這邊的血 是最乾淨的 然後最直接的 雖然薄薄的一個 然後它裡面的都是娘娘流下來的血 也更慢 珍貴無比的媽祖寫符 林先生帶回去試了一個新奇 父親竟然奇蹟次蘇醒 我告訴你 我不是在這裡 還是我告訴你 你把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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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化血符 舊信徒的事蹟 讓屏東竹田子後宮的媽祖聲名大造 這一位風格獨具的女雞童 更是村民們熱烈討論的話題人物 因為他在與媽祖結緣之前 竟然是一名基督教徒 讀那個超厲害的 一翻過來 神經那麼多 我都馬上都可以反映了 童年家住屏東訪鳥的劉鳳交 後來舉家搬遷到竹田定居 新家對面就是一座教堂 他在同學的引領下 開始拿起聖經十字架 我就跟我爸講 爸爸 我不要拿 我不要拿香 你知道我去那邊今天喝了綠豆 他又給了什麼 然後文具都不用買 我說我要信基督教 小時候就反正 就很喜歡那個環境 唱聖歌 彈鋼琴 家裡不富裕的劉鳳交 童年幾乎都在教會裡度過 對基督教的戒律 從來都不敢違背 我們傳統的禮俗就是 一定要拜提供 要拜祖先 然後跟他講說 那你好歹也是衝個場面來一下吧 他就是不要 我又被父母罵得要死 說娶這個老婆幹嘛 說不拜祖先的 曾經堅持不拿香 也不拜祖先的劉鳳交 如今怎麼會成了媽祖代言人 有著截然不同的信仰 這得從32年前 他目睹的一場車禍說起 我回來的那個路上 有個小姐就在那邊出車禍嘛 我就跟我爸講 爸 妳要從那邊過 要注意 那個小姐啊 剛才我要從那邊過 很像被那個點灰條壓死了 我說妳要注意 我爸就說 不可能啊 我不會從那邊 全家出門的必經之路 竟然發生了致命車禍 女兒的好心提醒 所以劉爸爸卻沒有放在心上 那時候很像12點 都幫我媽叫我們吃飯 我爸就說他不要吃 他要去屏東一下 誰也沒想到 劉爸爸這一出門 正陽與家人天人永隔 差不多先隔兩個小時 警察局就打電話來 他說 請問一下你們這是竹田照相館嗎 我說對啊 你們老闆那個 一個叫劉德青的那個 他在這邊出車禍呢 你們要不要過來一下這樣 我說怎麼可能 劉鳳佳當時趕到了車禍現場 然後竟然發現 就是他上午親眼目睹 被電線桿壓死的那名女子 誠實之處 是被屏東客運從... 我爸從這條路 他是從這邊 撞了我爸的駕駛座 電線桿整個凹下來 就整個斷掉 把我爸的肋骨弄斷 就插入心臟 然後我爸當場就沒呼吸了 去到醫院 我媽就跟我講說 你爸在太平間了 你以後可能沒有人可以靠了這樣 我就一直爬 我就一直說天父啊 你這個考驗讓我覺得 怎麼可能 我剛剛我們都還在吃飯 意外巧合的媽 還是遇上所謂的抓狗體 劉鳳佳始終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我一直爬... 那個當下的笑容就扯下來 我說這樣的話 我不要信上帝 你這個考驗 我沒辦法接受 身為家中次女的劉鳳佳 從小跟爸爸的感情最好 眼看最驚訝的爸爸死於非命 她的世界一氣崩塌 我不要心上戀 一直想隔很久 我都沒有去教訓 十字架就扯斷了 那時候就自己想不開 非常想不開 也不想活了 真的是禍不擔心嗎 爸爸走了以後 劉鳳佳和丈夫經營的小工廠 也因為經營不善而倒閉 她簡直生無可戀 那一天 她一個人茫茫然 就騎車到了屏東公園 然後她有力再走下去 我就把遺書就夾在我那個 車的那個墊子上面 我說有看到死性的人 請你往前走 你可能會看到我的死守 麻煩你通知我的家人 萬念俱灰的劉鳳佳 當時獨自一個人 往公園水池走去 本想找一個地方 安靜地告別這個世界 這個時候 一名婦人卻慢慢走向她 她就輸著包頭 嗓得飄飄要亮你 她就從我後面走過來 她說 你的希望沒有 不代表你可以決定你的生命 你還有三個責任你要扛下去 我想說奇怪你 你到底是誰 怎麼一講就講到我的點 然後我翻過去 又看到她的時候 看到她的臉 我就覺得那個臉有點面熟 可是又講不出來 從哪來的婦人點醒劉鳳佳 她彷彿一戲頓悟 在世上的責任未了 於是打消了清晨的念頭 隔幾天 她清理了倒閉工廠的桌椅 送到丈夫常跑的公廟 打算捲出去 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就有個阿婆 就剛好在那邊躺著 她就跟我講說 我短日很久了 媽祖牛牛 我短日短到我現在 我自己發生 你可以幫我倒地嗎 我一去她就叫我媽祖牛牛 我想說奇怪 我都窮途潦倒 你也不要跟我開玩笑 什麼媽祖牛牛 我都聽不懂 是啊 劉鳳嬌之前 從來沒有來過廟裡 阿婆讓喊什麼媽祖娘娘 難道是認錯人了嗎 我說 妹妹妹 我跟妳說一件事 你後面就是媽祖的什麼 我說 我說妳不要跟我說這個 我聽不懂 我說 不是要來送椅子給你們 送桌子給你們的 正當劉鳳嬌覺得莫名其妙 準備離開的時候 她不經意地抬頭一看 我看到那個子神的臉 就是那天叫我不要吃藥的那個臉 我說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既然這種東西會獻人給你看 我又沒有看過牙刷 這樣告訴我怎麼 當時我就過世了 原來是媽祖 就是媽祖點醒了自己 一樣的一舊室嘛 那能不能先移駕 來這邊住駕 先來這邊舊室 等我賺了錢 我來幫妳蓋妙 她說好 我等妳12年 當初一句蓋妙的諾言 如今已被徐建宗 和劉鳳嬌夫妻倆實現 駐田慈后宮 就是由他們花了600萬元 興建而成 不論是答謝媽祖 救了劉鳳嬌 也讓她開創了珠寶事業 召回人生的春天 而慈后宮也見證了這一名 最殺虧的女基童 不可思議的傳奇人生 在今天一個小時節目當中 我們帶您看到了媽祖顯靈的故事 讓原本是虔誠基督徒的劉鳳嬌 竟然成了媽祖的代言人 整段過程實在太選奇了 台灣大事 五湯半月記 我是楊如涵 我們下週再會 台灣大事 五湯半月記 各位好 我是俊相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您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長期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半月記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 呼籲看 對